这边有一个那个气管 这个是气源 它在这上面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一个电源开关 这个是一个中英门的那个切关界面 中英门的切关界面就在这里 这是一个承送带的开关 这个是承送带的 启动机器的时候 先要把那个 先要把承送带先启动 启动好了之后 把这个下掉嘴 这瓶口最好下掉嘴 如果先这样的话 就要把这个 把这个螺丝松掉 之后把这个下掉嘴 搅在中心 搅在这后把螺丝连接 还有那个根据瓶子的大小 调节这四个螺丝 瓶子小的话把这个螺丝 稍微一点 把它往前推下去 这个是根据瓶子调节那个瓶子大小的 这边还有三一两个分钟 这两个这两个按钮是根据 瓶子高低调节 调节这个高低的 这个 红色的按键是晚上 闭上闭上的按键是机器往下 这个是振动 我们想 这个是那个按参数 这边有一个振动设置 这个是通道一 通道一的一级参数 就是这 就是通道一的那个一级参数 就是这 二级参数就是中间一个 三级参数就是最后面一个 但是这边是通道二 这个是一级参数 中间一个是二级参数 后面一个是三级参数 把药都倒在这个大头里 这个看名观点 要看到屏幕之后 你才能按启动 启动后 一级参数 明天洗完 有颜色あの 咸 有颜色 对 到 hele